下面请您欣赏向上拖漆县子表演者高峰 鸾云平 大家太热情了 德云社开始演出 对我们来说心里特别的高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家闲了一个多月 在家没别的事看 就听相声 自己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有朝一日开始演出 我得对得起各位朋友们 你看这个演员叫鸾云平 像说的就不错 郭德纲先生的得意门声 那是我师父 郭老师最喜欢他 那是啊 郭德纲跟我提过 郭德纲在生前是这样说的 说我呀 别别乐了 什么叫生前 这话不明白 生前生前过生日以前 没这么说话的 郭老师很喜欢你 提到你鸾云平受感动了 郭老师眼泪都流下来了 哭了 他是这样说的 他怎么说的 说我郭德纲这一千多年呢 我师父是王本 你怎么这么介绍你师父呢 你看人呢 当着各位朋友们 郭德纲是王本 这多不合适 你说这个 这事就德人社知道就行了 别跟朋友瞎说 这人有活一千多年的吗 一千多年 听错了 不是一千多年 什么词 前一年多 你看一千多年 前一年多 你看巧妙不巧妙 哪巧妙 反正郭老师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你 各位朋友如果了解鸾云平的 我 您就有这么一个看法 什么看法 人特别好 厚的 为人忠厚 应该的 老师 咱们要交朋友 就要交这样的 我呀 仗义书才 挥金如土 拿钱向来都不当钱 不在乎 人好极了 人缘不错 咱交朋友交这样的 各位这交朋友特别得注意 是 为什么让交这样的呢 为什么呀 人好 交朋友要注意几个原则 有几项吗 有原则 您教一教我 讲究一跪一见交情 乃县一死一生 乃县交情 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 得有脱妻县子的好交情 这才叫交朋友 您说这个 我有明白的 有不明白的 什么您明白呀 就是这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 这我明白 你明白 明白 你给大伙解释解释 就是 把兄弟俩 媳妇在家 不碍事 一块聊一块说 对 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会吗 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 对呀 您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剩下的就不明白了 不明白没关系 我当着各位朋友 给你解释解释 您先讲你的一跪一件 交情乃县 可以呀 拿咱俩几个例子 咱俩人 一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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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情乃县 我 您 我就不是一个相声演员了 那您是 我是一个下岗职工 哎呦 家里没什么钱 那可不 你呢 我 也不是说下轮云平 我改什么了 你啊 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好 这回我也扩了 固定资产 多少 十好几亿 哎呦 家里有的是钱 好 六个别墅 六个 拔辆汽车 哎 七个秘书 七个秘书 一个老婆 哎 这变不了啊 这个 家里都非常有钱 条件不错 是 我这个条件不好啊 啊 在家里头 主要的劳动力 是 我还下岗了 就指着你了 父亲老年痴呆 你看 妈妈半身不随 哎 媳妇打离婚跑了 给我撂下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嗨 就我一个人挣钱吃饭 现在断了饭门了 是 我怎么办啊 嗯 在家里的翻箱倒柜 找了这么几张 1949年的晚报来 49年的 拿了一个书包塞在里边 上门口卖报去 嗯 什么月份您的 什么 冬天的 三年 时冬腊月 大雪纷飞啊 嗯 把门这么一推开 外边下雪了 喝 那雪花跟小刀子一样 卷着风愣往脸上拉呀 多冷啊 有心不去 回头一看二老 双亲一看 一岁多的孩子 行吗 不去不行 您得奔去 得吃饭 是 一咬牙一跺脚 走 挣钱去 出门卖报去 哎 走了一上午 甭说买 啊 连个问价的都没有 那因为什么 心里难受 人不知道咱是干嘛的 哎呀 我想得吆喝要 对了 拿出一报样子 喊喊 报纸都发黄了 就 看报 看报 看报啊 看报 看报 报 看看新闻吧 什么新闻 49年的晚报 新中国成立了 您得到信太晚了 吆喝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没人问劲 是 不光没人问劲 还是怎么着 旁边有几个小伙子 只是嘀咕 嘀咕什么呢 哎 那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哎 人都错会议了 拿我当神经病 是 听见这些话 我心里跟刀子扎心一样 那可不 新闻兽 别扭 正在我万般无奈之际 你 我 鸾云平 怎么了 鸾云平 是是是 哎 怎么了 来了 我来了 你不是这样来的 我怎么来的 记说 喝 您听听 你开你那辆一开门的大宝马 我来说 你等会儿 到这跟前 您啪 您等一会儿 这宝马有一开门的吗 宝马一开门 什么 就是说你呀 坐在宝马里头 到我跟前一开门 啪 怎么样 你下来了 哎 明白吗 您这拔几挂搁一块 我明白不了 也不是这搭板了 我什么样的 当时宝马里头穿的不是大褂 我哪有穿的不是大褂 你穿的呀 穿的是西湖 我没滴了这羊肉 滴了羊肉看谁去 什么叫西服 西服 穿着一个蓝颜色的西服 带着绿领带 里边穿的是黄颜色的衬衫 多会搭 精神极了 脑袋戴着小礼帽 煮着文明棍 加上小皮包 这儿粘着胡子 我还粘着胡子呀 废话 你自己长得长得出来吗 对不对 我给太监了 不是就是那天真是好看 显着沉稳 说别临日 下了车了 煮着文明棍到我跟前 你怎么壮样了 是 小叔 我跟你这么说 我怎么管你叫小叔 你忘了 忘什么了 咱小叔老在一块玩 你给我起了小外号吗 管我叫高小叔 我跟你起了这外号 就是你给我起的 我都不敢认你了 死去白脸 小叔 是你吗 我是谁 谁呀你是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仔细的看一看 好 我这就卸了妆了 你揪胡的看出来了 认识 原来是你呀 认识了 六傻子 不是到我这 怎么六傻子了 你忘了 我又忘什么了 小叔咱们在一块玩 对 你给自己起的小外号吗 您诸位听听 我给他起的叫小叔 我自己叫六傻子 我还真客气 这人就是这么耿直 您别糟你这字眼了 六傻子 你说 是我呀 你怎么混成状样了 别提了 一言难尽 那 我呀下岗了 他不唱了 唱不出来了 是在是没钱 是不是出来卖爆来了 走 别卖爆了 看见我了吗 看见我 你就看见那窝头屉了 这叫什么比喻 我管你饭吃 小皮包拉链一拉开 里边拿出一落 银行的银联卡来 一落 搁在手里边 对嘎的 对嘎的 玩上了是不是 你对嘎的 怎么意思 废话 你哪卡这么这么的 你卡太多了 你得看一看 卡太多了 挑出一张了 递给我 给 我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三个字 什么呀 二十万 我这多少钱都写卡上 你卡太多 不写乱了 二十万的 八十万的 一百六十万的 二十四万的 八块六的 反正 都还有八块六的 八块六的是公交一卡通 我这有宝马了 还有一卡通干嘛 对了 这能退二十块钱 你这 这叫会过 二十八块六 对 给我一二十万 接过来一看 二十万 对 这里有二十万块钱 密码在上面写着呢 知道吗 我全写上了 到银行里头 你就可以取出来 然后可以干个小买卖 我就不管你了 我走了 拿着二十万的银行卡 我心里头激动 高兴 百感交集 心情难以形容 那对了 我这 给我了 是 我可还不上 不用还 朋友有着交情 哥们 归你了 不在这 我走了 说完这句话 鸾云平 窜上那辆一开门大宝马在里边 这不是三蹦子吗 一分钟消失在黑烟当中 这就是三蹦子 再见 再见六傻子 行了 老六再见 行了 别再见了 我有这钱 我高兴了 您趁了 这卡网抱兜里 这么一揣 心情越来越好 哥好喽 拿着抱兜子 兴高采烈 我干个什么小买卖 您琢磨 开个小贩馆 对不对 是 通过劳动挣钱 开小贩馆 我就不卖爆了 没必要了 不卖爆 我要着抱兜子 干什么 没用 不要了 我要 走到户城河边 找着喝当劲 的话 扔了 就扔河里 刚扔下去 紧跟着 懂 什么 我也下去了 你下去干嘛 那卡还在兜子里头 你倒琢磨好了 再扔了 把卡找出来 到银行提现 开一小饭馆买卖干起来了 越过越红火 我这日子算还起来了 可得有您这个朋友 交朋友 这叫一跪一剑 交情乃线 明白吗 那要一死一生 乃见交情 这也不懂 您再讲讲 给你举个例子 还是咱俩的事 咱俩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 到咱们三里屯这个剧场 演出来 七点半开场 我来得稍微早了一点 六点多就到这门口了 您来早了 到门口一看 跟往常不一样 我说分别 往常的门口 虽然说也有人 人不多 今儿呢 今儿个围着一大宣的人 真热闹 里边不知道干嘛 干嘛 耍猴的 我真好奇 进去看看去吧 瞧瞧 分开人群 放你这么一瞧啊 哎呦 怎么了 哎我吓坏 看你什么了 车祸 哎呀 车祸 真惨 有一人拿车撞了 撞了那个惨 我跟你这么说 您形容 没有脑袋 没脑袋 脑袋都撞掉了 光一枪子 就一下半截 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 这下半截 越看越像你 鸾云平 怎么叫像我呀 没脑袋 证明不了 地界散落着很多名片 有他的遗物 捡起来看看 一张一张收起来 一看这张 北京德云社著名向上演员 鸾云平 哪是著名呢 北京德云社著名向上演员 郭德纲的徒弟 鸾云平 早点印一块儿 中国曲家协会 北京分会常务副理事 鸾云平 北京德云社马上就要升为 科技干部的演员 鸾云平 这里边有科技吗 这里边都是你 是 完了 这玩儿确定无疑 这玩儿我修你了 你看哭了 怎么死在这儿呢 鸾云平 看出哥们儿来的 哎呀 小鸾云 心里难受 是 但是我想到了一点 想了什么了 不能哭 怎么不哭 我要化悲哀为笑容 还没笑容 有这么化的吗 你不明白 我得想成把你这个给找回来 先找脑袋去 脑袋都没了 旁边有个老大爷 问问 一看岁数就挺大 我跟大爷打的打听 大爷 您知道这脑袋带哪儿去了吗 知道 哪儿了 怎么回事 旧火车撞他 旧火车撞他 您是旧火车撞他 还白撞 其实我明白怎么回事 他来这儿 来得比我还早 是 来他不近来 我呢 一看时间还早 那怎么办 他那马路中间站着玩 玩 闭上眼 他猜什么车能撞他 我这不是疯子吗 哎 结果猜对了 旧火车有声音 远远就来了 你也没躲开 对了我也不知道答案了 这旧火车撞的 车在哪儿呢 车呢 老头告诉我了 昌平 在昌平呢 您等 不是 哪儿着火的 昌平着火了 昌平着火了 对 打三里屯吊车呀 你这人 那火太大了 不光是三里屯 天桥的车呀 虎方桥的 全被昌平了 明白吗 我呀 走道太马虎 你也不是马虎 你这儿不撞 别地儿也得撞你 追着我撞是不是 不撞怎么说呢 对不对 对 这不是举例子 行行行 我一听在昌平呢 别犹豫了 是 赶紧奔昌平吧 抓紧时间 门口坐车 115 115到地铁站 叫东四十条 好 东四十条 我这环线 环线到德胜门 下来之后 我就坐三四五路公交车 直达昌平 您就别浪费直达俩字了 到了昌平一看 那个大楼还着着呢 还着着呢 横尸遍地 但是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 我什么特点 你就一这个 就一脑袋 远向看 点起来一看 这不是 还得一脚 有点像 就冲你一脚准是我 云平 又哭声 一个手拿着 好 这些话 话别言为笑容 又话别 回三里团 书包里这么一塞 坐车 三四五 到德胜门 环线 转那个多半圈的 到了东四十条 下来115 到这门口 你这过瘾来了 是不是 少半圈 你车没来 你甭 甭废话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人别看一件事了 特别遵守公共秩序 这体现到哪 你看 我上公交车刷卡 我都刷两回 两回 司机师傅大闷 郑哥同志 一个人刷一次卡 不不 这还有一个呢 那狗不能上车啊 这什么司机啊这是 我有些人拿出来让他看看 别别别别 别给人亮出来 没敢拿出来 哎呀 忍气吞声啊 到这门口啊 哎呀 把脑袋拿出来 我今晚得安上啊 对 不能让他分尸啊 找那脖子上的 卡 卡 往那螺扣 卡 拧了三扣 有动静了 哎 小点劲 哎 有魂 不是那老头说话了 哎 你说我这一惊一惭 他看着不忍 哎 给你拧好了之后 一看不行 怎么还不成啊 脸冲下了 哎对 这是换灯泡 来 这来冲拧 终于让你脸冲了上了 你看你那表情都眉目都亡起来了 亡起来 这种情况怎么办 是 赶紧联系车 给你拉到火葬场去 把你给火化了 搁在那个小匣子里头 骨灰盒 啊 上领导这领抚恤金 给你爸爸边瞎话 劝你媳妇赶紧改嫁 这些个事全都有我负责 让你说没我这朋友行不行 还真不行 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好好好 活着相好 死了还相好 这后事全您给办的 对 太好了 怎么样 还有一不明白 啊 这脱梯陷子 什么意思 这也不明白 不知道 也是咱俩的事 那您接着讲讲 解释解释 脱妻陷子 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啊 你 我 相声说得好 得到了一个某跨国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的赏识 有人欣赏我 女董事长 还女的 特别喜欢你 好 非常喜欢你 女的 特别想嫁给你 还嫁给我 高兴不高兴 高兴 不用太高兴 怎么 76了 好家伙找姨妈 奶奶 还得上一辈 76岁的老人家就喜欢你的相 喜欢我就好 打算让你到外国去发展 哪国 毛里丘斯 这是不是偏点 偏点 环境好 是吗 再者说工资给的高 给多少钱 工资 按照月薪来说 一个月3000美金 一个月3000 一个月3000美金 你可注意 您说 到了年底12月的时候 拿双份的工资 双薪 对 现在人民币对待 美金大概是 1比6.45左右 而且你要干得好 每一年还望上浮动15% 你要干得不好 可望下浮动7% 你算啥 你现在往毛里丘斯走 一去23年 回来 你得赚多少钱 算个这笔账 这我必须算清楚了 这个一个月等于拿3000美金 3000美金 3000美金 等于12个月就拿12个3000美金 太对了 当然不对 到12月份它是双薪 对 咱就说 这个一个月拿3000美金 咱算一年是13个月 对 因为是双薪 等于就是3000美金乘以13 3000美金它乘以13 就等于说咱先算 10个月等于是3万美金 3万美金等于再加上两个月等于是3万美金 366000美金 但是它双薪 它是双薪 然后再加上36就等于是4000 1比6.45 你还没算到那呢 4000美金 4000美金 还涨多少 这样干得好 这是 往上浮动15% 往上浮动15% 你要干得不好 往下浮动7% 你要第二年干得不好 是在第一年往上浮动15%的情况下 往下浮动7% 不是啊 你看 一共23年 你算有多少种可能吧 你都把它设计出来 你别知道吗 这是涉及到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 你等于一个月这是3000美金 好 就算回来 10月3万美金 最后我最好还是进步 对 我多拿那15% 我不要那个摸去 7% 我不要 好 那为最好 等于3000美金 再 给多少要多少行不行啊 给您多少钱 您都不知道 我算不过来 到时候当中回来 骑您十不前驴怎么办 20我也给的 好 那就行了 反正是这钱您算好了 好 您今年多的岁数 我今年26 太合适了 26岁一去23年 23年 同意不同意 同意 去不去 去年头越多 我拿的越多 你去不了 怎么去不了 你是新婚燕儿 刚结婚到现在 归了包嘴 没有俩礼拜 这不是好事吗 你那个媳妇长得漂亮啊 出乎其类 跋扈七岁 这么一个美女啊 你说你这么一走 你这个小媳妇怎么办 我还回来呢 回来不行 怎么了 人家公司有规定 没有探亲价 23年不让回来 那也没关系 怎么办 我挣得多 我带去 带去 是啊 不行 怎么还不成呢 不许带家属 你瞎 怎么办 那也不爱的 跟我家人一块过 家人 是啊 你没有家人 你是父母双亡啊 上无三兄 下无四弟 亲戚朋友 老的老 死的死 走的走 亡的亡 全中国这些个地方 就我 这么一个知己的朋友 让你自己挑 把你这个年轻貌美的小媳妇 托付给谁呢 他都给我后盗毒死了 我还托付给谁 我就托付给你吧 托付给我 你 放心吧 放心 你看这母眼 放心 咬着后槽牙说话 仿佛有点不再放心 干嘛仿佛 根本不放心 你看这母眼像好人吗 什么你 你不放心呢 我还不放心呢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多新鲜呢 你媳妇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是啊 你说要是不把他接到我们家去吧 啊 我怕他不安全 接过去更不安全 我能接过去吗 不能 就是啊 我在北京市最繁华的地方 给他租间房 市中心 是不是 好 西丹怎么样 太好了 不去过吗 繁华呀 热闹不热闹 热闹啊 西丹附近 西丹望南哪 多 五百公里 我在那儿啊 您呀就说河南就行了 你提西丹干嘛呀你 从西丹走我认识 你就认识西丹 租一个小院 到那儿我开车送他去 里边家电一应俱全 买点东西 鸡鸭鱼肉蛋糖奶 糖果饮料小食品 沐浴液 洗法路 洗面奶 护书宝 还真全 你知道吗 送到门口 后备箱 打开卸货 一样一样都卸下来 按门铃 三声长 两声短 按号 弟妹 东西都卸在门口了啊 我就不进去了啊 我走了 自己往里搬吧 您等会儿 我走了 帮着搬搬进去 进去 是啊 进去 对 不行 怎么 你媳妇这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人嘴两张皮 反正都死地 说得跟那底线压死人 有个会说不会听的 我跳在黄河洗不清 我得顾全 这个 人是顾脸的人 对不对 对 简短接说吧 一个月过去了 我一算 东西用的差不多了 开车再来一趟 鸡鸭鱼肉 蛋糖奶 糖果饮料 小食品 沐浴液洗法路 洗面奶 护书宝 老有这个 卸的门口 卸货 按门铃 三声长 两声短 弟妹 东西又来了啊 哥的门口往里搬吧 我就不进去了啊 我走了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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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怎么 你看 你媳妇这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人嘴两张皮 反正都死地 说得跟那底线压死人 有个会说不会 听的我跳在黄河洗不清 我得顾全 这个 你想的太多了 不想不行啊 简短接说 到你媳妇过生日了 我想别买什么了 好啊 弄三万块现金 三万 大信封你这么一放 开车来一趟 门口按门铃 三长两短 三万块钱掏出来 打门缝塞进去 我们家门缝够宽的啊 你懂什么 一张一张的塞啊 对 你就为耗的功夫 是不是 脏心烂肺 这个人 不扔不脚 都扔进去 这才按门铃呢 三声长 两声短 弟妹 今儿的过生日啊 三万块钱扔进去 爱吃什么买点什么吧 我就不进去了啊 嘿嘿嘿 我走了 过生日了 我进去 进去 是啊 不行 怎么了哟 你师父这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人嘴两张皮 反正都失职 社长根的底下压死人 有个会说不会听 我跳在黄河洗不清 我得顾全 这个我们知道 不能进去 简短解说到了一年了 一年过去了 一年了 这天我一看东西差不多了 再来一趟 鸡鸭鱼肉蛋糖奶 糖果饮料小食品 沐浴液 洗发露 洗面奶 差不多了 少点东西啊 嘿嘿 少东西不要紧 还多东西了 多什么呢 山乐红 冰糖葫芦 山西陈醋 独柳陈醋 东北大辣椒 喝 一大箱子 往这这么一盘 门链 三声长两声短 弟妹东西送到了啊 你可慢点儿搬啊 我走了 我走了 进去 不行 怎么着了 你媳妇这个年纪 我这个岁数 又来了 人嘴两张皮 反正都是地 社长根底压死人 有个会说不会听我 叫在黄河洗不清 我得顾全 这个 您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呢 这人脏心烂肺 这叫脏心烂肺 我跟你这么说 鸾云平 你走这二十多年 白天 我是一天一天都不进去 你晚上一宿宿不出来 你想的太多了 简单解说 您出国了 把媳妇托付给我 这个就叫托妻 明白了吗 县子呢 县子 县子 下礼拜吧 别下礼拜 下礼拜订阅会 我告诉你 就今儿讲了 什么叫县子 大家不爱听 爱听 爱听 讲一讲 县子也咱俩事 简单接受二十三年过来了 那天我在家上网 上网 打开我那邮箱 发现一封邮件 打开以后 谁来的 谁 你 我 打印出来我的蜜桥 洋洋洒洒十万余颜 我写什么了 这么厚 看三天 写的什么内容 看完之后 我一总结这意思 就是说你要回来了 我都写什么了 这好几本的了 你抒情 说在那怎么生活苦 怎么先苦后天 头一天吃的什么 第二天吃的什么 第三天吃的什么 寄回一本日记了 写的真详细 我一看要回来了 这时候可不能不上 你媳妇那去了 开车 直奔西单 从西单往南就走 别提西单了 从西单走我认识 五百公里 到你媳妇院门口 一脚刹车踩住了 摁门铃 三声长两声短 腿有点砸了 没动静 他有钥匙 把屋门打开 一看你媳妇我乐了 干嘛呢 你才干嘛呢 正给孩子喂奶呢 啊 抱一小孩拿一奶瓶子 吃啊 吃奶 嗯嗯 吃奶 行了行了 快搁去吧 别喂了 干嘛呢 这是还喂呢 把门带上了 往床上一躺 我说 那个 孙子来信了啊 哪孙子 看看吧 就最后一句有用啊 快回来了 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 行 商量什么呀 反正这事情 已经这样了 哪样 这都是你们老爷们的事 自己想折吧 正这磨粉着呢 外边啪啪啪 有人叫门 开门吧 开个门这么一看呢 15岁小男孩 哎 领着女朋友回来了 这门关我叫爸爸 爸爸 不许叫爸爸啊 再叫爸爸出人命了 告诉你啊 过些日咱家来一人 长得模式可气啊 个儿没我高 长得没我精神 小平头 浓眉大眼睛 鼓不良小嘴 行长不爱乐 脸有点碎麻子 一乐有点吓人 管他叫爸爸 管我叫叔叔 叫我走了嘴 我巴里的屁 听见没有 脑子抽得飞了冰去 一点不害怕 这老一个母爷 这孩子 气死我了 不嘱咐那小的 小的甭嘱咐 还不会说话呢 说不了娄子 简短节说到日子了 您坐着飞机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三号航站楼 我拿个大汽车把你接过来北京饭店摆好了酒席 你往当中间的迷宿 旁边是你的媳妇 这不是我这朋友 对面是那俩孩子 你是娇妻爱子 人才两旺 让你自己说 没我这朋友 行吗 好好好 我是把你谢谢你 听谢不就远了吗 以后咱还得教呢 还得教呢 我教你奶奶的孙子 这怎么意思 这孩子怎么回事 你打我干什么 这孩子怎么回事 孩子 对 你管那个干什么 我别的不管 这孩子才不管 你一出国二十多年 回家一看 多点东西 你应该高兴 对不对 多一电视我高兴 多一孩子我高兴 什么 你再打我这没法说了 我问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这孩子就应该高兴 怎么回事 不劳而活 多好 没听说过 你这人家 多孩子不明白怎么回事 你给我讲 你看我问问你 你今年多大 二十六 出国多少年 二十三年 回来的时候你多大 我问你孩子 你给我算岁数干嘛 这没法说了 回来你多大了 四十九 各位您听见没有 回国那年四十九岁 将近半百 四十九岁回国之后 万一你要没有 生儿育女的能力 我怕你唠了个绝火 那我也不要帮忙的 没有您这么老打人 你说这还怎么回事 你甭给我算 回来之后 就算你媳妇转个年来 给你生一大胖小子 那年你可就五十了 是 这孩子越长才能越大吧 对呀 长到二十二岁 你儿子结婚了 那年你可就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了 转个年来 他给你生一孙伙计 你可就七十三了 是 长言说的好啊 哪句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 那是坎儿 七十三岁 没见着戒备人 您就魂归蓝天 西方皆隐 与世长辞 驾返摇迟了 我为了让你享受天伦之乐 把我的孩子过去给你了 你可当好 不分青红皂白纸连达台 我误会人家 叫我徒师 我就是徒师 我呀 我的孩子我给你 我都 你看 我都 我这还有什么意思 我不活着 今天就是 我死去了 那干嘛 我要误会你了 你没误会 是我没说明白 您说明白了 说明白了 说明白了 这孩子是我的 我放心了 这是你媳妇生的 一样啊